好 那所以刚刚跟各位分享了 就是你怎么在后面 就是建立好新制图之后 怎么去安排你的记忆 跟要背诵的东西 好 那这个策略 当然在那个需要记忆的一些事物上面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所以刚刚讲的是图像记忆 跟故事 记忆跟谐 谐音梗还没讲到 好 那个 好 问各位一件事 各位知道 那个灭火器的使用口诀吗 知道的请你在讯息列上面输入 灭火器的口诀 好 谢谢老师 大家都知道是拉拉鸭对不对 好 那请问我在 拉拉鸭老是当初他们推出的时候 为了这个很快的让大家熟悉 所以是拉拉鸭 好 那再问第二件事情 那个洗手的口诀 各位洗手 你在教小朋友洗手的口诀 一样在讯息列可以输入一下 动动手不然都听我讲一下我会昏睡 好 很棒 湿搓冲捧擦 对不对 啊 内外夹工大粒碗是什么 好 好 感谢老师 好 那我再问一个 大概花莲人才知道的 那个蒸祭麻糬 各位应该吃过 在中正路中华路的 呃交叉口那边附近有一个 蒸祭麻糬的很大的看板 上面那个蒸祭的老师傅 在做那个麻糬 他的那个广告看板的招牌 好 他在做麻糬的五个步骤的口诀 是什么 来我跟各位说 那一个招牌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个就是那个曾师傅 他 拿了一坨很大坨的面团 从 从上面这样摔下来 然后他的五个字的口诀叫做 搓 揉 抛 拍 摔 搓就是搓面团 揉面团 抛面团 拍面团 摔面团 这个是蒸祭麻糬好吃的五个诀窍 所以他在做面团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个蒸祭麻糬是那么的Q弹好吃 那我想各位 是大老板董先生 我也不认得 我不认识他 那是董先生那个 那个有点秃头 的那一位先生 那个董老板 好 那 各位 不晓 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一定会遇到很多这种口诀 好 这个口诀其实也是协助记忆的一个 很好的方法 他不但协助记忆 而且 还可以协助你理解 好 那我在北连联考的时候 那个社会科 社会科 我就是当初是不喜欢背书 所以我社会科考得很烂 北连满分140分的社会科 我只有考80分 所以你可以想见那一半都是猜的 好 那只有80分 但是我唯一 唯一记得社会科的一件事 就是八国联军是哪八国 这是我对社会科的唯一印象 好 那为什么我会记得那八国联军是哪八国 就是因为有一个口诀 各位还记得那个社会科八国联军 联军的口诀是什么吗 好 侯家瑜老师 好 吉婉 吉婉宁老师 好 有人给了标准答案 饿的话 每日熬一阴 就是如果你肚子很饿的话 每天就熬一只老阴来吃 饿得发 每日熬一阴 这八个国家 简称八国联军 好 为什么我会对 我对社会科完全没有印象 但是唯一有这八个字 这八国联军 还有老师写英文版的 我是深深的记在我的脑海里面 所以我后来在 我们后来在推那个科技领域的教育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运算思维 运算思维 那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 运算思维里面有五个东西 一个叫做系统拆检 然后演算法 然后抽象化 模式识别 资料表示 这五个方法 五个面向 解决问题的五个面向 那所以呢 当我去把这件事情吸收了之后 那你会去参加过研习的人都知道 那个教授讲的都很学术化 所以事实上我们对运算思维这四个字 刚开始那两三年是极度厌 因为这个东西太过学术 学术的东西你要把它放在国中小里面教 事实上是不可能 极度的不可能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直接骂那个教授 搞不懂国中小 然后后来呢 当我仔细的去了解运算思维这一件 这一个学问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 他的真正的学问是 当他降低难度到国中小阶段 当他降低到生活层次的时候 他应该是这样解释的 那个系统拆解就是大事化小 就是遇到大的问题就把它拆拆拆拆 拆成小问题之后 你就针对那个小问题一次只解决一个小问题 每一个小问题都解决完之后 你那整个大问题就顺便就解决完了 这个叫大事化小 所以我把它叫做大事化小拆系统 然后呢 那个刚刚各位学新制图 你不是要抓重点吗 那个抽象化的那个步骤 就是其实就是抓重点 但它是一个智慧浓缩的步骤 就是说你把这一整段或这一篇文章的重点 你只用一个词就可以代表 你看到这个词你就会想到整个文章的重点内容 那这个动作在运算思维叫抽象化 那其实在这边我们就把它叫做智慧浓缩抓重点 然后 那个演算法 在那边 在那个学问那边叫做演算法 事实上是讲写程式的那个逻辑的问题 资料结构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它放在国中小 它就是一个你解决问题会有一个固定的步骤 所以你把那个固定的SOP拿出来 步骤顺出来 这个东西就是演算法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已经有它的解决步骤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步骤给写出来 把它变成一个模式 那这个模式呢就会变成一个公式 就像各位接行政 各种业务的那个 承办的方法内容一定都会 跟前任问好 然后要它的卷宗夹 放在你的后面对不对 所以当我遇到什么问题 我就去找卷宗夹 当我要办那个运动会 我就去找运动会的卷宗夹 里面打开就告诉我说 运动会要做哪些事 顺序怎么弄 然后哪些注意事项对不对 所以你会产生出 你在刚刚那些SOP出现之后 你把它变成一个模组之后 你以后遇到那一件同样类似的事情 你就会去套那一个卷宗夹的公式 这个叫模式选用 就是我要选什么模式 我就套那一个公式 所以当你遇到像我这种AB型这么机车的人 你就会知道说我很care什么事情 所以你跟我讲什么事情 一定要按照我的性格 你遇到像那个O型的人 那个脾气一来就爆发 然后爆发完他就没事 你遇到这种人你要怎么跟他相处 当然就是他生气的时候 你就当作耳边风 反正你也不要记 因为你记的是自己伤神 因为等一下他发完脾气 等下过了十分钟 你再问他刚刚在干嘛 他说不知道 我有生气吗 有吗 没有 所以你就是会有一个 你的很多的 你这个人生经验很多之后 你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公式模式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沟通说服表资料 那在运算思维里面 资料表示这件事是用在那个大数据 有一些数据处理的步骤 模式等等等 但放在国中小 他事实上是一个表示资料的一门科学 所以你可以把数字直接给他看 你也可以把那个图表画出来 让他看到那个涨跌的趋势 你甚至可以把ABC三个方案分析出来之后 你告诉你的老板说 请你选A方案 他的成果是什么 他的好处是什么 那他的可能副作用是什么 ABC三案病程之后 校长就会直接选 那我的肩膀这么硬 好那我选择C方案 就让他自己选择自己负责嘛 那所以当我们在说服人家的时候 你怎么把你这件事情讲得让人家相信 你有没有数据证明 你有没有案例证明 那你是怎么去表达这一件事情 像我们COVID-19现在死的人那么多 上面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太重视 对不对 然后有的人听到那个数字 一天死100个 70几个 80几个 120几个 他觉得不痛不痒 对不对 但是这是你在表达讲解的问题 今天如果说如果是我啦 我这个人喜欢我如果喜欢强调让你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件事情讲的跟你有关 比如说刚刚那个尸体 如果我把它 我会把它具象化 具象化然后再跟你关系把它拉近 我举例啦 好如果你看到那个一天死100个 你没有感觉 那我们这样 我们用 如果那个尸体躺下来 身体的厚度是20公分 那你把身体一个一个叠起来 尸体一个一个叠起来 所以五个人就一公尺高了对不对 那一天100个 除以五就是20公尺 所以那个尸体一天叠起来有20公尺那么高 那20公尺如果你没概念 你家一层楼是三公尺 那所以一天的尸体可以堆六层楼那么高 六层楼那么高 所以如果这样 这样就是把东西给具体化 那你如果觉得这样堆六公尺高的尸体还不够害怕 那接下来就是跟他建立关联对不对 如果这100个尸体通通堆在你家客厅 这时候感觉就来了 所以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事实上你可以用运算思维这五种方式去 去思考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那所以我当初在推运算思维的时候 我就把它弄出这一套口诀 大事化小拆系统 智慧浓缩抓重点 然后逻辑思考顺步骤 然后模式选用套公式 然后沟通说服表资料 那所以当我讲到拆系统就知道就是那一件事 抓重点就是抽象化那一件事 顺步骤就是演算法这一件事 套公式就是模式识别这一件事 表资料就是资料表示这一件事 然后你这样把它排列出来之后 你把那个字抓出来 拆抓顺套表 各位有没有很像桌楼抛拍摔 从此我跟你讲 我推运算思维 这个我还有做衣服跟袋子 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你这样一讲人家是不是就容易理解 而且容易记忆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处理的方法 所以你总是如果有更有那个需求的话 事实上你必须去创造一些slogan 一些口诀 的量感觉 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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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